坐過去 你怎麼辦 坐過去 你害我 待老媽媽看醫生 女子心不甘情不願 不但出言對老母親破口大罵 還翹著二郎腿態度囂張 過程都被民眾拍下 但其實早在她進醫院之前 就已經對老媽媽不客氣 還講 這真的很明確 讓大家看看 女子對著媽媽大呼小叫 引發路人圍觀 仔細看看這個地點 是在高雄龍總醫院門口 遠景獲報道場處理 竟被她出言辱罵 原警被女子嗆罵 讓民眾也看不過去 因為這名女子帶媽媽來醫院看醫生 但兩人卻突然發生爭吵 女子氣不過自己打電話報警 沒想到卻標罵警察 遠景無辜被嗆 也忍不住大動肝火 講話不要再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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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再講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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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喔 並沒有報案 但卻不讓我們介入 我們當下也是很難做 回想當時調解經過 被罵的女警滿臉無奈 她是博愛斯路派出所的 遠景黃沛軒 83年次 憧憬一年多 曾經抓過酒駕 也調解過不少紛爭 但這回處理母女吵架 卻被嗆架 自己也只能盡量釋懷 記者拆雙及陳昭谷高雄報導